当所有组的世界都被神秘信号干扰 听到这种信号受到辐射的人类便会失去理智 回归原始的兽性 对着身边的人就是干 这样的世界该如何绝地求生呢 大家好,欢迎来到琼琳,我是琼哥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电影叫《鬼信号》 影片开始上个年轻女孩被囚禁在森林深处 沾满血迹的齐刀男 残忍的伤害了其中一个企图逃板的女孩 而被关在屋内的女孩 用尽全力拿到的剪刀给自己送了板 准备拿到钥匙就访称解救朋友 结果却被迟到男发现难逃一绝 此时镜头一转 起居室内的电视竟然自动打开 并呈现出信号干扰的画面 电视上吵醒了正在睡觉的本 她起床查看却不明原因 而身旁的女主从睡门中显然 似乎要着急离开 但奇怪的是手机也没有信号 原来女主是有父之父 背着丈夫路易士出轨的本 虽然本对女主承诺了许多美好的期望 试图要留下她 但女主还是带着本给自己 准备的学生听礼物离开了 等到了停车场 却遇到了一个声称 自己被袭击的流浪汉 与此同时 远处有个凶狠的男人 正在向自己逼近 好在自己的车就在旁边 女主立马赏见了车内逃离此地 手机此时依旧没有信号 回到供应后 发现吵杂的邻居 在凌晨一点仍然不停歇 而回到家中 发现丈夫路易士和朋友还在聚会 只是电视和本人家一样 受到信号干扰无法播放 丈夫似乎有些怀疑自己 不停地追问着今晚 女主和朋友约会的细节 好在女主机智的弹舍的过去 耳后准备去洗澡的女主 却发现丈夫有一些暴障 对邀请来家住的朋友出言不逊 甚至等女主听到外面有打那声后 发现丈夫已经将其中一个朋友 给打倒在地 并像芬莉一样袭击她 吓得女主跑出了家门 发现外面到处都是雪茎 而走栏镜头 有个拿走凶器的陌生男人 见能就扛 见着女主赶忙大力敲打对面好友的家门 但好友似乎还没意识到外面的危险 不听女主关门的劝告 于是在门口就被陌生男一刀毙命 好在陌生男被走栏朝那的打倒声给吸引了 女主趁机关上了门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而在朋友的屋内 电视也发出了吵杂的信号声 女主立马关掉耳神的防心 安全躲过的一夜后 女主试探先的开门 发现危险似乎已经消除了 于是回到了家 换上了书悬的鞋子 拿上自己的必须品准备离开 却发现丈夫路易斯被让五花大板在客厅 女主直接潇洒地掠过了她 听着本送给自己的唱片 穿过满是篮球的长篮 结果突然受到了怪力的拉扯 等到再次前来 发现自己也被五花大板了起来 原来是之前在家中聚会的好友黑龙小哥 指示她有点分不清楚 女主是否已经失去了理智 于是先绑起来再说 从她的描述中得知 这个世界在昨晚突然纷纷离去了 人们开始相互藏伤 女主表明自己没有杀过任何人后 黑龙小哥这才顺绑 于是两人打算开车先离开这栋公寓 而黑龙小哥早在昨晚为了防止被攻击 就自主的攻击 结果刚出门过于紧张的黑龙小哥 就被一个分店的女警察给枪射中 女主见状立马闪见到车内 从后视镜已经看不到黑龙小哥了 正打算离开 没有想到黑龙小哥有两把刷子成功反刷了对方 创入女主的车内 但黑龙小哥由于腹部重大流血不止 为了缓解情绪 黑龙小哥顺势打开了收音机 此时的收音机再次发出了信号干扰的声音 在听到这种信号后 黑龙小哥明显变得狂躁 我想辨识这种声音使得人们性情大变 果不其了 黑龙小哥开始出现暴力倾向 重重地缺打着女主的脑袋 无奈之下女主只好扭转方向旁 使得车子狠狠地撞向了另外一边 黑龙小哥也由此受伤 等女主缓过神后便下车了 好心的路人卫廉 健壮询问是否需要帮忙 女主如是重复地说道 不用了 因为他要去赴约 也就是前一晚 前任本和自己约定的地方 而卫廉则救下了在车内 长闯的黑龙小哥 将他脱落到自己的房屋链 但黑龙小哥依旧有很强的攻击性 无奈之下 卫廉只好将他给击了 这难道救人还救了个寂寞 随后他转身来到了自己猪客的房间 猪客是一对年轻的夫妻 女主人安娜和丈夫 正在布置温馨的聚会 但丈夫受到电视信号的感染 突然对安娜发起了攻击 为了自救 安娜只能出手反击 将丈夫给击了 卫廉跑过来告知 还无所知的安娜 他们所处的世界 已经被杀戮所冲刺 而最可以握手 就是那种神秘的信号 他将人类的理性磨灭 导致人类开始相互残伤 此时蒙铃突然想起 原来是路易斯 也就是女主的丈夫 他并没有被干掉 而这些也都要感谢女主的情妇本 因为本担心女主的安慰 并来到公寓寻找他 结果没想到 却救下了路易斯 此时路易斯恩将仇报 意识到本和女主有暧昧关系 于是趁机袭击了他 并将本下落到七层内 而冒充杀虫专家的路易斯 来到了安娜的家里 由于受到信号干扰 神志突然到他 加安娜当成了女主 热情的拥抱了他 还误伤了威廉 等众人缓过神后 三人终于心平气和的坐下来 梳理所发生的事情 此时蒙铃再次想起 是安娜的好友前来躲藏 但路易斯二话不说 就把好友用铁罐给砸死了 还狡辩到好友的手上拿尺刀 但现实确实要是创 不过悲剧已经发生了 挽回不了 内心崩溃的安娜回到了卧室 而此时 威廉却发现 电视机在路易斯的面前再次打开了 而他却夹变到 是死去的尸体 开启了电视 并且听到里面的声音后 还复活了 威廉也被弄得傻傻 分不清楚真假 此时猛力又想起了 威廉透过猫眼望去 发现是自己的好友胡子男 但路易斯则表示 根本无法确定 对方是否被感染了 无论如何都必须保证安全 一进来就将他给弄死了 但胡子男似乎并没有恶意 于是两人就先行观望 此时在房间内的安娜 开启了收音机 幸好干扰了他的大脑 没来的跳起来的舞来 听到声音的威廉 赶忙跑进了房内 砸掉了收音机 但看到安娜如痴如醉 早就有点心动的威廉 便和安娜一同跳舞 而在客厅的胡子男 和路易斯正融洽的聊天 但路易斯似乎又犯病了 他将胡子男看住了女主的情妇 反手就将她给干掉 回到房间又看到了 安娜和威廉一同跳舞的场面 他眼里的安娜 便是女主的模样 于是懒人了 抱脾气的路易斯 直接将威廉偷出了房间 然后各种稍操作 甚至安娜最后也被抓了 此时的路易斯 也进行发现自己认错人了 但还是发疯似的 逼忘安娜女主的下落 甚至动用了酷刑 安娜痛苦的在地上摄影 而唯一知道女主动向的 便是威廉 因为两人之前 有过短暂的沟通 于是路易斯就故意 打开了电视机 企图捞乱威廉的心智 逼迫威廉说出路线 也就是13号地铁口 而就在此时 本突然出现 趁其不备 给路易斯的后脑勺来了一下 原来本虽然被路易斯打得鲜血淋淋 但好在还有一口气 而自己也总是晚一步找到女主 于是本又开始请求威廉的帮忙 但可能是自己对路易斯下手还不够狠 路易斯竟然爬得起来 威廉吓得赶忙跑回家 为了躲避发疯的路易斯 本的唯一生计就是 也夺入威廉的房间 好在千军一发之际 威廉打开了忙 两人暂时安全了 可现在已经没有信号刺激的威廉 记不清女主的方向 于是她灵机一动 想取了黑人小哥的尸体 她可是和女主最后都在一起了 于是他们直接把黑人小哥的头颅 放置在台上 插入各种稀奇古怪的一期后 黑人小哥竟然说话了 两人得知目的地是地铁站后 便携手打算干掉 堵在门口的路易斯 然后两人趁机开车逃跑 然后车子却半路没油了 两人只好步行至地铁口 地铁站内也招惧敗 到处一片混乱 而本也发现了一件面目全非的女主 头上还带着自己送给她的随身听 说实话这一幕 着实把我给吓到了 看到这个场景 本情绪崩溃 爆炸的指责 都是威廉带自己来到这里 才看到这些的 好在威廉即使安抚了本的情绪 原来本由于地铁站内播放的声音 出现了幻觉 而威廉带了自己的阻碍信号的装置 才一直分得清楚现实 于是威廉说服本 两人一直往前走 终于在后车厅看到了女主 只是女主被面前的电视所吸引 整个人处于呆着的状态 威廉准备去买水 让女主暂时清醒 然后没有想到的是 路易斯好死不死的 竟然也跟来了 真的是打不死的小强 他直接制服了威廉 接着就打算结果本 于是两人展开了一番混账 女主似乎有一时 当时被面前的信号干扰 在座椅上动弹不得 而此时的本再次站在电视机前 接收到信号的辐射 立马站立飙升 他故意使得路易斯产生了自我怀疑 使得他认为自己才是情夫 终于这击溃了路易斯的内心防线 暴毙而亡 而一直受到电视声音辐射的女主 脑海中幻想的是本和自己 实现承诺的画面 是那样的美好 影片的最后 本邀请了昏迷中的威廉 并且将耳机重新给女主戴上 阻挡住信号的传播 女主这时终于卸下了 紧绷已久的神经 两人终于相浪 虽然不知道 商人在这种纷纷离缺的世界 何去何从 但至少两人在一起 一定能够想办法 对抗这一件变态的事件 很怪异的一部电影 说不清楚具体是因为什么原因 产生了这种 能够让人变得暴力的信号 但不得不说 这种另类的末世电影 真的很特别 有机会的话可以去看看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如果你都看到这里了 不给个商人是不是很残忍 这样的话我真的会裂开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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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